Hello 大家好 我是部長 今天我們要來評論的電影是 紅色通緝令 Red Notice 由勞森馬修托波指導 巨石強森蓋爾加索萊恩雷諾斯主演 是巨石強森與導演在摩天大樓 和中央情報員之後第三次的合作 哼 看來這個解釋了很多事情啊 影片開始之前記得訂閱這個頻道小鈴鐺 記得打開就不會錯過任何新的影片囉 紅色通緝令啊 海報一字排開魅力滿檔 請來了黑亞當 神力女超人跟死士 其實這個作品 雖然可能你已經聽到很多副評 說它無聊啊 沒什麼新意啊 普通歸普通啦 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 稍微運用串流的這個特性 可以反復看一下就是這部作品 怎麼樣去安排它的內容 我覺得紅色通緝令呢 是一部超級超級安全牌的電影啊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叫做公式化的電影 欸這一部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一部安全牌屬性的作品呢 會給我的感覺呢 就是你要我說它好嗎 好像偶爾會出現好的部分 但就也沒有什麼記憶點 你要我說它是一部爛片嗎 很多部分好像就是 但也沒有到 的進階 每個環節就是落在一個要上不上 要下不下的位置 該給的確實也都有給你 但好像就是少了點什麼 卻又不能對電影做出什麼樣的指責 這就是安全牌電影厲害的地方 即使你知道這個看完感覺很普通 但電影就是打了安全牌出來嘛 安全到就是它說不出 有什麼可以對它做什麼嚴厲的指責 確實啊 電影的卡斯擺出來 會期待著三個人在電影中 創造出來的火花與化學效應 第一個最可惜的一點 就是這三個人都是在演自己 巨子強生就在演巨子強生 蓋爾加朵就在演蓋爾加朵 萊恩雷路斯就在演萊恩雷路斯 巨子強生目前在各電影中 扮演警探的角色次數是最多的 蓋爾加朵就是這整部電影 扮演就是說它最擅長的性感優雅 同時又致命的這種武打技巧跟吸引力 雖然我看的時候還是會覺得就是 哇塞這個Style夠正 但秉持著這個評論電影的公正性 該說的還是要說 其實蓋爾就是整部很用力的在表現 他可以做的事情 優雅的堅強知性女性 善用自己美麗的外表 做到就是其他兩個 笨男人無法做到的事情 那各種拍攝角度就是 把蓋爾拍的就是超級美啊 你很難相信他已經是 兩個以上孩子的媽啊 不太確定拍戲的時候是否 是已經升了第三台了 那至於萊恩雷諾斯 就是跟死士一樣的螢幕個性 一路嘴炮講幹話到底啊 不管是死士 脫稿玩家的蓋伊 跟這一部的這個諾蘭角色 個性的基底都是一樣的哦 雖然這些都是這些演員 最具代表性的樣子 但其實我自己身為觀眾呢 他們目前都在事業的巔峰期 隨著他們作品累積越來越多 會比較想要看到他們 會有其他的嘗試啊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像野蠻遊戲之中 巨石強森是進到遊戲裡之後 才出現的角色樣貌 身體裡面呢 是有另外一個人物的 我就覺得呢 巨石強森在野蠻遊戲 有感覺的出來 他身體裡是另一個角色 這種差異性呢 就會創造出新鮮感 那因為這些大明星 累積的作品速度很快 如果時常都有警探 都是嘴炮幹話型角色 很容易會讓觀眾 無法重新去累積 你在這一部電影中的角色 情感啊 台灣的演員也是容易會有這種狀況 因為電影環境的不同 可能在一段時間 會時常看到同一個演員 飾演各種不同的角色 像蔡凡希啊 劉冠婷啊 王靖等等 那當觀眾在觀賞作品出現 咦又是你的時候 你怎麼要讓觀眾 就是能夠進入 你在這一部作品之中的角色靈魂呢 像劉冠婷呢 再真一點就真的做得很好 他並不會把同樣的氣場 去帶到就是各個角色之中啊 你看他的陽光普照 消失的情人節 跟火神的眼淚 其實都有看到演員在 思考怎麼樣去詮釋這些角色 那當然啊 紅色通緝令 砸了重金 找來的這三位 現在真的都是超級貴的演員來演出 那也不能完全把責任推到演員身上 說他們懶得去做嘗試跟突破 我覺得多少是製作團隊 想要讓他們能夠演得舒服自在 撰寫了很好發揮的角色給他們 我相信這部電影有一部分的任務 就是要推Netflix出品電影這件事情 所以我相信觀眾已經多少有感覺到 Netflix的電影往往就有一種體感 卡斯很強 然後感覺電影就是很猛 然後電影長度兩個多小時 可是看完好像覺得沒什麼 其中應該也是因為串流觀賞 觀眾無法真的就是好好專心的看一部作品 隨時都可以按暫停 然後按上一頁 然後邊拿手機邊看啊 劇本跟專注度兩邊因素夾擊之下 很容易出現這種感覺 我覺得這是串流電影必須要面對的挑戰之一 電影拍攝的部分 發現這次電影中運用到小型空拍機的拍攝 像一開始在博物館內音價的追逐場面 攝影機做出了非常驚人的立體移動 畫質上並沒有掉太多 視覺的移動也是比較少看到的 我覺得紅色通緝令在這一部分做了一些實驗 未來應該會看到更多的電影會做小型空拍機的攝影運用 電影的最後一幕在地下的前納粹秘密基地 其實這段充滿了印第安那瓊斯的致敬 包括像是這個載具上面的戰鬥畫面 非常清晰的那種打鬥音效 讓我不斷想起這個經典刀墓電影 前面提到腳本的安排也是很工整 工整到有點怕 安排三顆蛋為故事的旅程目標 中間兩籃透過監獄的場景成為一個組合 第二顆蛋讓三位主角正面對決 最終再拉到最後的叢林地下基地 來一同搶陀最後一個蛋 電影透過蓋爾加羅的角色 安插了數次的劇情轉折 大型的轉折其實可以給予很棒的效果 但是大型的劇情轉折如果用太多次 觀眾就是會產生被刷的厭惡感 而不是原本原來是這樣子的那種驚喜感 那紅色通信就是有出現被刷的這種狀況 那最後我覺得值得一提也就是 也是讓我覺得很可惜的部分 就是電影有非常多在棚內的拍攝 即使電影看似有去了非常多的地方 現在都是4K UHD的畫質底下 其實都看得出來演員們 都在非常舒適的室內攝影棚在做拍攝 身體啊 地上的土啊 背景的植被啊 都非常乾淨 感受不到他們是真的在戶外的那種 原生拍攝的感覺啊 導致許多場景就是給你一種很精緻 但是沒有誠意的這種感受 我覺得這大概就是蓋瓜的整部電影 就是整體給予的感覺了吧 那最後我給這部電影 6.7 分 感謝各位收看這次的影片 你們看完紅色通緝靈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區留言喔 記得可以去看前幾天電影哭啦布 討論Disney Plus內容的直播節目喔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歡迎教我的LINE群社群一起來聊電影 我們最近也推出新的T恤設計囉 購買連結請見資訊欄 我們就在下一部的影片再見囉 我是部長 布九 好 好